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晚安 然後 謝謝大家滿科滿谷的來到現場 今天是這個 甘味人生 講座的第一場 然後我們第一場講的是 咖啡店長的生存指導 那接下來呢,還會有四場的講座 分別是跟運動有關 跟這個動畫有關 然後跟 我忘了 反正就是 讓他自己 就是麻煩上去看一下 那 還有跟香氣設計有關 所以這個只是第一場 那也很希望大家就是 在接下來的時候 也可以來支持這個講座 都是免費的 線上報名就可以了 如果你臨時發現有空 也可以歡迎大家來 我們這個講座一直到 五月都還有 那這場是最踴躍的一場 那我想 今天也非常 榮幸跟高興能看到 看到 我的兩位好朋友可以來這邊 其實他們都很愛秀的 他們不太 不太出席這種場合 那實在是名為其難他們 然後 有一種這個要選的感覺 然後 我想接下來這個時間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但我們會試情況 來決定我們這樣的多長 應該會更短 那如果等一下有 那如果等一下有 對應該會更短 約末半個小時 然後等一下如果大家 在最後這個時間 大概就是一個半小時中 有任何QA的話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今天先 歡迎兩位在這個 鋼位人士的位置下面 是我們 黑潮的 咖啡黑潮的店長 和老闆 阿進 大家好,我是阿進 謝謝 那還有另外一位呢 就是在我旁邊 在這個 鋼下面的這位 是這個 The Vox 的老闆 志祺 那我們就 心裡如意的 開始今天的講座 首先想要先 請這個 兩位呢 介紹一下自己 怎麼進入咖啡這個行業 我想 大家應該都 常常去這兩家店喔 不過對於他們 人生有多少的乾苦 你不是太清楚 那我們先請阿進 聊一下 就是 當初 是怎麼會進到這個行業 對 到話說 一開始黑潮 並不是 您 創立的 其實後來才 對 這個過程 請阿進 聊一下 我其實都是很普通的台北小孩 然後 大學 跟 尼幼鎖都是 互傳播 然後完全沒有做過 很會的工作 然後 一直都很喜歡喝咖啡 然後大學的時候是 從大學開始是認真喝咖啡 然後變成所謂咖啡玩家的那種名字 那所謂咖啡玩家就是說 他會在網路上找很多資源 然後會認識同好 然後會對器材 或是豆子有興趣 一直都沒有覺得 可以真的進入這個產業 因為家裡比較傳統 就是覺得說 就是好好唸出小孩 不要做服務業這樣子 對 然後 就很乖 就大學畢業之後 工作了幾年 然後再去念研究所 然後 畢業之後又當了幾年的研究員 重點就是一直都不是很開心 然後 大概快要 就是大學快要畢業 然後進研究所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進黑潮 然後 黑潮其實是一家老店 它是2001年成立的 所以 中間有換過兩個老闆 我是第三個 那 那時候就是 就因為我一直都是客人 就是每天都會出現那種客人 然後 就很喜歡 咖啡館 然後一直覺得那個 想要在咖啡館工作的那種感覺 越來越小裂 越來越小裂 然後一直到第二任老闆 那時候就是 我前一任接手的老闆 他們是一對夫妻 然後 剛好那一陣子剛好就有個機會就是 男生要繼續念伯伴 然後剛好我老闆娘就是懷孕 然後那時候他們有想要脫手 覺得沒有辦法 在服務業做這麼辛苦的工作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沒有想很久 然後有個契機我就把它接下來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就是那時候子齊就已經在黑潮了 然後我覺得 這兩位在講比較詳細 然後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跟很多很好的人在一起的工作 然後我就接下咖啡館一場 然後就是一路就到這裡 那剛剛有講到就是 其實其實在阿進當客人的時候 子齊已經在黑潮做事了 所以請子齊聊一下 當初是怎麼會進這一行 然後怎麼遇到阿進 其實我當初會進這一行 是因為我大二的時候 開始在黑潮打工 然後我學的是室內設計 所以我也曾經想當一位設計師 但是我在學校的成績實在太差了 然後我真的很不會畫什麼設計圖 我就是那種常備老師約談的那種學生 然後大二的時候 我剛好有透過朋友介紹 我去黑潮打工 那其實那時候我沒有想的太多 我只是很單純喜歡喝咖啡 跟可能現在很多去打工的學生一樣 就是覺得可以趁空前的時間 然後做點工作賺錢 但我沒有想到去黑潮工作之後 我的就可以算是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認識了很多很棒的人 然後也讓我決定就是大學畢業之後 就繼續留在咖啡館 所以我確實是一個在咖啡館長大的人 我從來沒有當過上班族 就是我沒有做過早九晚五的生活 然後一直都是在做服務業 那就一直到現在 好 就是兩位老闆雖然都說 一開始是很喜歡咖啡館這個事情 才會入行 不過真的進到這個行業之後 一開始發生最大的 跟自己預想不太一樣的地方做的困難 是現在發生了一些什麼可以聊一下 阿靜先聊一下 我覺得我運氣滿好的 就是因為我是建了一家老店 當然老店有他加分跟扣分的地方 扣分的地方拿在家 我覺得加分的地方就是 這個地方他是已經Reading的場所 然後但是你要重新學習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有個東西本來是你的嗜好 然後大家會覺得你很強 就是你今天比如說你會畫畫 你會做甜點 你會煮咖啡 對你來說那是 對別人來說那是一個才華 但是你今天把他當專業的話 你會什麼都突然變成應該的 別人看你的角度就玩 其他人不一樣 然後以前你會覺得你煮咖啡 你所有的同輩都好 然後你現在突然就發現說 對你還是咖啡酒很好 但是你可能突然要在10分鐘內出10杯東西 對然後就跟以前 就是對自己的規格要求都不一樣 然後你開始也會學到就是 作為一個從業人員 比如說在台北 房屋這麼高的地方開咖啡館 會不會有辦法決定你生存的第一個 根本就不是客人 第一個是你的房東 然後第二個是鄰居 對 台北的鄰居都沒有很多 對 然後第三個才是你的餐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台北的咖啡業競爭就很激烈 你今天如果說 你每一杯咖啡都煮得很好 你連續 從早到午都煮得非常好 你連續煮了一年 你可能會有一個還不錯的名聲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連續 錯話六杯咖啡 大概就不用開店了 就是你連續生命都會變得很差 然後 但我是一個神經比較大調的人 所以在產品上面 或是對藝對客人方面 我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 我的困難都是萬惡環境 比如說 因為你就一直都是補出小孩 所以你非常不會跟鄰居跟房東打交道 像以前鄰居或房東打交道 都是把這些都出去 因為要看起來比較多厚老實 看起來比較多厚老實 看起來比較大致 看起來比較大致 好 那紫綺聊一下就是 我這樣好像一個畫畫一名 紫綺 從邊後邊飄出來 紫綺聊一下就是 那個時候 一開始打工嘛 然後後來就套上了正職的路 在咖啡館做事 然後 後來也自己開了店 就是一樣的問題 比如說 一開始打工的時候 那種興趣的感覺 那種對咖啡館的 喜歡的感覺 真的開始變成 每天的職業的時候 要面對的 最大的一開始的困難 我覺得如果是一開始的困難的話 第一點大概就是 體能吧 我記得我在黑潮第一天上班 是從晚上 六點半吧 那時候阿金應該還在 那時候阿金是我客人 然後 我下班好像是半夜三點 那時候 那時候黑潮是不敢客人的 然後 我其實第一天就不太想做了 我覺得就是 怎麼那麼累啊這一行 而且我還只是打工的 然後 等到後來就做著做著 然後好像就也習慣這件事了 可是我覺得 對我們這一行來說 好像 體力是一件一開始 需要花滿多力氣去克服的事情 對不只是說你要有很好的 體力跟精神 就是你還要懂得怎麼把自己的狀態照顧好 對 因為沒有客人喜歡看到 就是 就我一個死樣子站在吧台裡 然後很累 很臭這樣子 對這對我來說是第一個困難 對 那第二個困難 我覺得比較是 就 呃 我覺得大家很多人可能都 會覺得 因為喜歡去咖啡館 因為咖啡館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對 然後我們可以 就是認識很多人 遇到很多人 但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相信每一行都是 其實 大多數的日子還是一成不變的 就是我們真的就是每天在 打掃同一個地方 然後整理同一台機器 對 然後其實你真的會記得的日子 並不會有太多 真的很 很日常很頻繁 對 那我是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才慢慢的去接受 其實咖啡館就是這樣的一個空間 就是一個很日常很頻繁的空間 然後 然後 我好像沒有 並沒有什麼覺悟的過程 就是我就是很習慣的很自然的接受了這一切 我覺得這一行就是這樣子 對 那 到後來決定開店 我覺得也是我 就是 接受了這樣子的平凡 想要開一家 呃 平凡的小店 然後陪大家過平凡的日子 對 大概想一想 嗯 好 等下婚宇要進跟這個 子齊是怎麼 在咖啡店互相相遇 然後一起工作 這並不是一個婚禮的現場 但是 這個我們 稍後再等 我們先把應該進行的事情做完了 等下再來進行 亂七八糟的事情 那 剛剛子齊有講 就是因為我 我剛剛跟他們說 我今天很榮幸就是 我一開始真的是 非常單純是一個客人 然後可以請到他們 出來講這個事情 覺得很特別 然後也因為我跟他們 後來變成很好的朋友 所以常常看他們打掃 打掃的過程 備料的過程 然後 開店 然後 總是不會純實下班的一個過程 那就是 剛仔細講到那個 外人可能比較 沒辦法看到的一種 平凡跟需要體力的過程 嗯 我覺得有一家店的存在 是很重要的 雖然現在有所有的店 那 我覺得不管是喜歡 像我們喜歡音樂 大家也喜歡咖啡店 所以我覺得 我對他們最大的 感激是 他們始終這樣子 如常能維持著一個店 那我今天想去的時候 我可以去 可是他們不管怎麼樣 每天都要開店 我覺得這是很 不容易的事情 嗯 絕對不是喜歡而已 所以接下來就是想請 阿靜 聊一下 就是 在黑朝的一天啊 大概對你來講 是怎麼開始的 就是 也許以現在的狀況 然後 嗯 每天開店的時候 除了 如常要準備 要準備什麼 也可以大概聊一下 然後 面對 嗯 朋友或客人的那個 心情 走到現在 大概是一個 什麼樣的狀態 對 其實咖啡館一天很無聊 只是 你就一直在 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 黑朝的一夜時間 是下午一點到晚上 12點 我算特別久 但也不算特別短 所以如果 我佔全日班的話 通常全日班 就是我們會 12點半進店 然後 一路就是 做到 比較12點半 然後 我會開始做 備甜點的料 那如果說做比較繁複的甜點 或是在等蛋糕糧的話 通常回家的時候都會三點 對 然後 我是一個不太 按惜自己的人 所以比較少覺得 累 可是像我的 工作夥伴們 其實都會 想辦法幫我 把可以做的事情都做完 那所以 我有點難想像就是在一般店裡 就是如果說 老闆跟孕婚不親 我會覺得說 應該就是每個人工作都非常特別的地方 那我覺得運氣是蠻好 我一直都碰到很好的 對 那 剛才家有講到說 每天怎麼 碰到就是開店或是遇到客人的心情 我覺得 這幾年來有變成一個信念就是 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 我沒有覺得上班族比較不累 我其實覺得上班族很累 那 問題是 今天不管說我做多大的案子 我把案子交了之後 我並沒有覺得我人生改變成的事情 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甚至也不覺得 我有沒有幫工資賺人錢 或是我做完一個查核點 沒有 就是沒有感覺讓他開始然後結束 就是你被交辦什麼研究案 你把它做完 或是 大概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服務業對我來說 是一件 它是一個有特權的事情 就是因為做privileged 它的privileged在於 你今天 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從你的手上出去 就是你今天 你雙手拿著咖啡給客人 或是做了一個甜點給客人 然後客人給你的回覆會非常直接 然後我覺得 很少有工作跟服務業一樣 他的這麼被注成 然後你想想看 就是 你每天都 每個 每出去一個互動 都覺得你有被 被注成到 然後 當然就是 你上班不管任何工作 一定都有狀況不好的時候 然後這種時候我就會提起 就是 你現在 其實是做一個privileged的工作 要很誠實 這樣子他就有辦法自稱 你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我個人是這樣 是 那 一樣請指揮一下 因為 你現在是一人公司 然後 每天大概就是要 準備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繁瑣跟阿晉 不太一樣 可以從 因為你早上八點開喔 算是一個 蠻罕見的狀態 可以告訴我們 每天開店八點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什麼 然後你大概都在做些什麼 對 Fox 音樂時間是從早上八點 然後到 現在是到下午五點 然後 我大概是 不到七點我就要起床 對 那我先回答 既然說每一張八點的心情 所以我說 現在都很厭世 所以每一張八點我都覺得 我在這裡幹嘛 為什麼我要這樣搞自己 冬天不會更慘 冬天超慘 大家還記得去年下雪那幾天 就是我覺得我靠北凍子的店裡 然後也不讓人知道 然後準備一天的開店 其實我雖然是一個人的店 但是因為我的店很小 然後 目前我店裡的甜點的部分 我是交給阿晉 我是請他幫我做蛋糕 所以其實還蠻單純的 我大概就是早上到店裡 然後開始整理 對 那我會趁比較沒有客人的時候 去挑豆子 然後去整理我烘焙的檔案 然後還有做清潔 等於其實大多數的時間 我就是在 就是在服務客人 對 然後 下班的時間 我都會盡量把他留給我自己的休息 對 因為我早上 八點要開店 對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我五點打烊 就是很爽 但其實我八點多就會困了 所以其實我晚上的時間也不會太多 對 那每天的日子也都就是很 其實也都還蠻單純的 就是在那邊 然後 等客人來 其實我相信 在座有在座咖啡館的朋友 應該都是差不多的樣子 嗯 這個時間真的蠻有趣的 因為 常常 子齊的店大概下午 因為他那時候的 比如四 四點半 四點半超早 不好意思 四點半就是洗機器了 所以有時候連我跟他進都趕不上 就是 而且他大概四點的時候 電話會狂響 其實會有很多人打來說 所以現在機器洗了嘛 然後他很多時候都挺早洗 可是要體諒上就是他早上八點大概就做這些事情 所以 很妙 所以 那一樣 這個 黑草也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我真的是 幾乎一個子大概三四天都待在那 然後我就做了一整天 但我沒有只點一倍啦 但我沒有只點一倍啦 然後現在有一個 基本的sense 就是 如果你做很久的話 最好就是不要只點一倍啦 這樣比較不好一點 然後 然後 我就發現黑草的時段也蠻有趣的 大概下午的時候會出現固定的禮票客人 然後 比較晚的時候 會有變化一種客人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下午會有一個 喝拿捷拉貝 永遠坐在那裡 對 然後 永遠 對 像是 他每天都坐在那裡 所以想請問一下 阿靜就是在黑草這個 一個不算短的時間 就是 營業時間裡面 每天在哪些時段會看到 哪些不一樣的人 對 就是 一方面也是 那附階之學校 對 因為黑草是老店 所以基本上就是 真的都做首課 然後 現在那時候有問我們說 因為我們的營業時段 其實還真的是 沒有 中國當然都很滿 就是來吃甜點的客人比較多 平日的話 下午會有一波像 既然剛才講的就是 老客人 因為以前我自己也是這種客人 就是 就是 剛來 深刻看到會覺得他們都是 店裡面裝潢的一部分 就好像都可以動起來 每天 對 然後 其實老店都是靠這些老客人 然後 我們比較沒有冷靜的時段 但是因為黑草沒有空餐 所以就是 通常就是比如說 五點到八點 快要吃飯 或是剛吃飽那段時間 會比較沒有 對 然後那時候公武生跟我 也可以比較好 好好求食這樣子 對 好 現在想問一個 很簡單 但我覺得沒有意思的問題 我這次先從志祺開始 其實 其實 the folks最常被這個 客人問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次來 客人 他們大概 會問些什麼問題 比方說 也是這個 不能 巧克力湯寶寶 不能外帶 還是 對 就是有沒有一些 特別的 讓你無法招架的問題 其實 最常被問的大概就是 你們家招牌是什麼 對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行都很常被問的問題 對 那 我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 我看我的心情 對 就是 如果我覺得他 其實很和善的 他真的很好奇 我有沒有屬於我自己的 招牌 的話 那我就會試著引導他說 欸 你要喝黑咖啡呢 還是你要喝醬牛奶呢 對 然後去幫他找出他要的飲料 對 那有些人 你知道他 就只是問問而已 他其實也沒有真的想要聽你解釋 那我就會說 哦 也沒有什麼招牌的東西 看你要喝什麼的容索 是 好 那 對 我順便問一下 上一次那個 卡布奇諾湯吉事件 到底是 後來怎麼了 卡布奇諾湯吉事件 因為現在就是 臉書時代 所以大家都會去按那個 一到五顆星 然後他有一次被氣到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事情好不好 雖然搞不好就在 雖然搞不好在現場 雖然搞不好在現場 那不知道啊 對就是那件事是 對 就有一次我被給了一個三顆星 然後 那個 那位客人他的評語是 就是 這杯卡布奇諾沒有小湯匙 然後 我覺得 What the hell 對 就是我 對 我在有些卡布要附湯匙 有些卡布 就是 我的卡布是不用附湯匙的 你可以直接喝 如果你要湯匙 其實你可以跟我說 我有很多湯匙 可以喝 所以這種 服務業問題 真的是大大很重 對 所以每天真的 也不一定每天 可是你真的會遇到很多 很有趣的狀況 然後各種千奇百怪的問題 對 我也遇過客人 跟我說 他要拿鐵 然後熱拿鐵 希望裡面不要有咖啡 對 然後我說 他說那九龍西杯熱牛奶嗎 我說不是不是 我要熱拿鐵 對 那後來怎麼結束呢 我怎麼在這邊講呢 那 我想要靜也常常被問到招牌 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 現在多了甜點 這件事 應該都這幾年來 黑潮的 有一些客人或是 因為甜點 慕名而來 那他們進到這個環境裡面 如果不是熟客的話 他們多半會 問什麼問題 我覺得老店的好處就是 就是很多很瞎的問題 就是找幾年就已經都結束 現在已經很少人問這個 招牌這件事 可是其實 問招牌這件事 我其實也不知道 就是所有同行都很討厭 在那個靠北咖啡板上 一天到晚就看到很多 充滿怒力的老闆在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 其中最出色的回答是 如果有人問招牌的話 他們就只能說外面那一塊 這樣子 可是某一年就是 台風很大的時候 黑潮周圍會吹走 所以我現在也沒辦法用這個 然後 早幾年 就是 你的風格不明顯的時候 你的 一個店一定要風格明顯 你的客人才會明顯 對 然後 一開始就是 比如說 我們 可能會比較照顧 大眾的市場 然後 然後 不見得都敢放你們 平常放的音樂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最糟糕 因為來的客人就會白白走 然後 你那時候最常被問問說 請你回家換音樂 這樣 不可以 對 其實要求店家換音樂 是非常沒有禮貌的事情 就是 你不能進 你的家裡覺得他狀況不好 就說 你可不可以幫你狀況換 不行 他就是店的你部分 對 但這幾年也沒有 就是黑潮現在 就是 出名的不安靜的店 所以 這幾年已經沒有這種問題了 那跟他講甜點的話 首課其實都很好 就是 都 互動都很好 除非是深刻 他們 不管你跟他講 今天有幾款甜點 他會問完之後 他一定問問說 還有呢 對 然後我就想 我常 那時候仔細也常常想 就是 所以這些客人到底是希望我們有幾款甜點 而且我們非常肯定就是 你即使在甜點店 你講20款甜點的時候 他還是會問說 還有幾款甜點 對 那時候我們就會很開心 問他們說 有沒有比較想吃什麼樣的東西 就我們直接推薦會比較快 那飲料的話 我們店現在好像都 雖然運氣好像都沒有 沒有再有任何問題 是 是 他們可能預設的那個甜點電視院 會推車子出來的狀況 對 為什麼 我覺得剛剛面講很好 就是電腦機的風格 那個被問的問題 才會比較集中一點 對 不過 我之所以問這一題 其實是覺得 他們真的 我正常看到他們會問 各種奇怪的問題 所以並不是說 他們兩個很難搞的意思 真的不是 真的有太多很妙的問題 那接下來也是一樣 想請兩位聊的是 做了這麼多年的咖啡 對 如今就是 在看當年的興趣 跟現在的歷程 咖啡點 這件事情 現在在 我們心裡 或在這個城市裡面 你覺得它是一個 怎麼樣的存在 這個問題有點大 不過可能 就從私人的 比較私人的情感去講 一個 這樣 剛才是已經回答我錯過是嗎 阿靜先講 阿靜先講 阿靜你不要想一下嗎 感覺這個問題比較有情感性 我想一下 就是 我一直都很喜歡咖啡館 然後 我也常常在想說 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每一個人 對於 每一個人在心中 或是說 所謂潛意識裡面 可能有所謂 冤行場所 這個東西 就是 可能用某些空間或場所 是他的理想性 那 比如說像春藏春初 就很喜歡這裡的圖書館 那對我來說 就是 咖啡館比較像是這樣的 呃 場所原型 就是 呃 在裡面對我來說 他有 很認真的 產品 像咖啡 然後 真正的音樂 然後 很多會微笑的 很好的人 然後 在裡面我會覺得 就像在你自己喜歡的地方一樣 你在那邊靜靜做的 我會覺得 你有些東西被打開 然後 有些東西會被痊癒 就像很多很好的書 和音樂一樣 然後對我來說 咖啡館就是這樣的地方 然後 這一件事到現在都還沒有改變 有時候 就是 因為我常常就是 做甜甜之外運的三四店 然後打烊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著店 會覺得說 呃 我正在一個很好的工作 然後 然後 就知道是你覺得還蠻感謝的 是 那我們請 講完了啦 講完了啦 應該在想吧 呵呵 我們請那個 厭世但積極起床的 一起 聊一下 你覺得 其實我剛剛沒有問得完一聲 就是說 嗯 你們剛進這個行業的時候 咖啡店 並不是現在這個氛圍 所以 但是其實 但是阿靖講說 就是 那個是不便的一個 精神的核心的東西 我覺得蠻重要的 我覺得客人也蠻需要去理解 店家 這一方面的用心 因為沒有用心很快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 那 子齊作為一個用心的老闆 要不要跟我們聊一下 其實 咖啡店的來講 是一個 什麼樣的存在 就是 在現今的 氛圍之下 就是 其實 我覺得我自己 的 對待這個問題的觀點 其實這幾年有很大的轉變 就是曾經我覺得 咖啡館就是要提供最好的咖啡 那 就只要提供最好的咖啡就好了 其他 什麼都可以 不要 或者是沒有那麼重要 對 但是隨著 在這一行 越做越久 然後我觀察到 越來越多的客人 其實我發現 大家來咖啡館 其實大多是 嗯 有些時候你可能有點無助 有些時候 你可能就是想一個人找個地方待著 對 你甚至 很多時候 你未必會約朋友 一起去咖啡館 就是 吃喝玩樂 那可能是屬於餐廳的場合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咖啡館對我來說 在這個時代的意義 我會說是 某種陪伴 對 就是我覺得 它是一個 陪伴大家 度過那些 我們 想不起來 我們在幹嘛 的空間 對 就是我們 什麼時候都可以去 它並不是一個 有特別定義的場合 就是它並不一定要歡聚 那也並不一定說 你難過才可以去 它是一個你什麼時候都可以去的地方 對 那我覺得只有 大概只有咖啡館 可以這樣 對 那我覺得這是我很喜歡 咖啡館的原因 對 因為它可以 陪伴大家 是 好 那 兩位我講得非常感人 那 其實它本來就是很感人的人 真的 不要看那 不要看大家平常嬉笑怒嘛 我今天 我其實 就是 大家一直講職人 職人 可是我不太喜歡講職人 就是 我為什麼叫單位人神 一方面當然是那個本土劇 就是 對 那另外一方面我剛好覺得 他們真的超燒乾燒味 就是 在這一系列我們會講到的 像阿靜剛講說 他都半夜 昨天天做到兩三天 有時候還不小心會有人跑進來 對 然後 問你現在有沒有看 然後 我很少看到他去正常吃飯 可是他都會問客人說你吃過 我覺得這個事情蠻妙的 然後 紫棋呢 也 完全沒有辦法正常吃飯 但是因為 會待到他下班嘛 他下班就可以狂吃 他今天沒有吃到的東西 感覺非常的燒乾燒味 就是一次把早餐中餐晚餐都吃完了 然後 對 剛剛 阿靜有講到店的風格 然後有講到音樂這件事 所以 接下來想請教 因為兩個店的音樂選擇 跟 書的選擇 或者我們說它是一個 跟咖啡館連不開的一個 文化上的選擇 也許包括電影張貼的海報 或者是電影販賣的一些周邊的東西 對 這個部分想請阿靜聊一下說 你如何挑選 電影的音樂 或者電影的音樂是怎麼被選擇之後放出來 那另一個方面就是說 因為咖啡館 現在很少我們看書 但是 咖啡館 還是會放書 那 黑潮的書其實也都是 阿靜自己非常喜歡的書 才會放上去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請 阿靜聊一聊 這個店的 我們故學稱之為魔術品會好 對 我覺得現在的咖啡館 我現在講的都是獨立咖啡館 就是 在咖啡館裡面的研究跟書 在現在這個 就是領初跟音症溫染的時代 變成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我會發現就是 所謂的文青店 然後當然就會吸引文青 那 最奇妙的事情是 文青其實都是帶著自己的 音樂跟耳機的 所以 所以你展現你的音樂 不會只有他進店 那 到他看完那 那大概三十兩月 他就會決定說 這家店是太陽孩的店 還有書也是 所以 你能夠決勝的時間 只有三十月 對 這跟以前很不一樣 其實在以前 在不到十年前 就是我們還沒有發 那麼發達的時候 這應該指出我自己的故事 就是 我其實在 我有很多自己喜歡的團 是在不同的咖啡館 然後這些咖啡館 他都不在 每家我都知道 然後 那個時候 就是 你要跟別人描述說 你剛才聽到一個什麼東西 其實很困難 因為 你寫完的專輯可能沒有Vocal 然後 你也不知道國籍 你甚至不知道怎麼 怎麼開什麼問題 可是你也會發現說 那個咖啡館的老闆 都有辦法自上在問什麼 然後 那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經驗 然後 但是跟現在很不一樣 現在就是 網路很發達 你不知道的專輯 你只要拿對這喇叭對一下 你就會知道 現在放了什麼東西 也就是說 現在的 講到品歸就是講到 他是一個象徵數碼 就是現在的象徵數碼 是一個 權力比較對等的 一個時代 然後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代 最好的車就是 你做 做你自己 所以現在店裡放的音樂 就是我一直都喜歡的音樂 然後 書籍跟音樂都是 就是如果到我這個年紀 你會發現說 你已經有很多朋友 自己是非常好的作家跟樂手 所以在我們店裡面說 如果要推薦的書跟音樂 我會從我自己熟悉的開始放 因為我覺得這些 本土的樂手或作家 比那些大專更需要的機會 然後需要更多的演技 然後 但是都是要我喜歡的東西 然後書籍也是 然後 而且 因為你有 你有一個年紀 然後你知道說 你筆子的小文青 就是我在 我在國中的時候 你還在上輩子 對 就是你比較國中的 所以 當有一些態度不是那麼好 你就就是說 你怎麼放這樣 你真的他們上一張 欸 對啊 怎麼樣呢 對 他們就上一張 就你自己這樣好啊 就是 你並沒有 你並不需要 push自己變成一個 非常潮流的點 對 那你要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然後 而且有能力把你喜歡的東西 分享給 你覺得很好的客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然後 因為現在這種事情其實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現在大家真的都先用app 就找人 會來 走到吧台 問說 請問上上一手是放什麼的 這種客人越來越少 可是每一次這種步驟都非常美好 對 然後 書也是 對 然後他們會問說 為什麼你是放這盒 不是放他另外一盒 然後這種其實是非常好的話題 對 然後 呃 如果在同一家店 有辦法一直聽同樣音樂的人 其實他很多 在思考上面 就不會練插合音樂 比如說 今天假設今天 有一個很妙的事情就是 我們只要進行一個工讀生 就會發現那陣子的音樂 會有點改變 然後有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呃 這個人聽的東西好像沒有很好 對 對 或者是 他聽的東西其實很不錯 然後 我也會被改變 然後他們也會改變 他們 就是我們會漸漸都變成 比較像黑潮的人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一些很好的事情 是 真的是 嗯 比較少人為你了 幾乎是寡靈 以前真的會在發台前面看到那種聊天的場面 大概現在就是 對 不會 欸 我兩個差 就是我們跟介安其實這樣認識 就是 介安他其實 是嗎 對 他其實一直都是 他來黑潮商課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是成名作家了 對 其實他 沒有喔 我到今天都還沒有成名 那我們坐在這邊試 對 大家一直都很可惜 他並沒有說我是萌萌人 他從來都沒有教 然後是有一次仔細說 我覺得那個人找好像成介安 然後我就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找出來 然後 因為 那陣子就是 電流買一個 挪威的當代主事團 叫Super Saiyan 然後 其實到現在他都是非常的明的團 可是我知道 那個時候的成介安 他當時有發展了一篇樂題是講 是這件事情 對 那我們就很賊了 放了Super Saiyan 結果果然就是 其他人就來跟我們講話 對 他來講這個 對 然後我覺得 就我們奇蹟很重 可能就後來就變得非常好 對 但這種事情下來這個 我覺得不太會贏 我們有點可惜 對 好像是 好像是這樣 而且好像這放出 Super Saiyan的小號的時候還是 對 但我那時候沒有那麼不怕 好 那我們也請 仔細聊一下 店裡的音樂吧 因為 最近越來越 常常會有一些人 會問音樂 然後 你的先前 是什麼 然後你在準備這些音樂的時候 我們常常聊這個事 就是說現在 好適合放什麼 然後 也有人會來問你說 那個是什麼 可能因為你的搭檯比較近 比較好問 對 對 其實我覺得 音樂在我的店裡 就是 我覺得是比較 該怎麼講的 因為我的店非常小 如果有來過的 大家都知道 大概就吧台六個位置 所以那個音樂一放出來 然後我又放得蠻大聲的 所以那個感受會非常直接 對 可能跟其他比較大的店 比起來 就是我在這部分 可以比較投機的 讓客人更直接的意識到 哇 我家店的音樂 有點大聲 而且有點奇怪 對 那 我現在 比較會追求放音樂的方向是 我還蠻堅持一定 大多 七成 的比例 要放當年度的新發行 對 就是我希望來這邊的客人 不管他們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 他們都可以接收到 最新的音樂 然後 我覺得這也是 就是 我在這個行業 然後可以給 就是我這麼喜歡音樂這一塊 在那一塊的工作者 最直接的鼓勵 對 就是我直接去購買他們的音樂 然後 在 我開的店裡 然後放出來給客人聽 對 那 我覺得我這邊比較慶幸的是 蠻多客人會跟我討論 這個部分的 就是 他們 有些客人會問我說 就是 最常被問的就是 現在再放哪一張 對 然後現在店裡有放 有放了一張 Blur的海報 那我也曾經有遇到 Oasis的樂迷說 你放Blur的海報 可是我比較喜歡Oasis 對 其實像是這種互動 都是非常開心的 現場有笑的 表示你們年紀 可能有一點 或者是 聽音樂的比較資深 現在大家不太知道 什麼是Blur的海報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那 那 同樣的 我想 我要不問子綺提 就是為什麼你的書 要選擇擺得這麼少 我知道你的店很不大 但 就是書超少的 我覺得你是故意的 要不要聊一下 為什麼 對 我的書很少 第一個是 我的飯台真的很小 對 然後我這邊還是會有些 就是客人來這邊工作 所以我不太希望 站到他們使用的空間 對 那第二個是 我大概 平常就維持 現在是大概15本左右的書 對 那我會不定期的去做更換 對 那一樣的我會盡量 有一部分選擇一些新書 對 然後我希望能 蓋各個領域 有文學 然後有餐飲 也有工具書 然後也有我自己喜歡的攝影機 對 那 就是 我覺得那個小書架 就是它雖然存在感不高 但是我覺得它也很直接的彰顯 就是現在的我喜歡什麼 對 那也是我希望就是 用一個比較隱晦的方式 讓客人感覺到 然後 當然很重要一部分也跟音樂一樣 就是我希望給他們最直接的支持 是 是 好 接下來想要請阿靜回答一些問題 就是 阿靜的part 對 那其實剛剛講到一些熟黑草的過程 那 所以 其實老店的新風格都 也都有聊到 對 所以 嗯 但阿靜剛剛有講一個事情就是 你之前的去過很多咖啡館 雖然他們都不在 但你眼前都記得 我覺得一方面是 這個氣氛 永遠會留在生命裡面 然後改變 性格的事情 那 一方面是黑草剛好在以前 對 咖啡店最密集的一個區塊 就是溫州街 附近 其實現在也還是蠻密集 但是可能跟以前 稍微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想請來聊一下就是 座落在 這個位置 是大附近 然後 離溫州街 太順街 這個地方很近 可以請你聊一下 過去 你很有記憶的店 你很想念的店 還有就是 你覺得 你的 這個 location 就是店的location 對整個店的風格有什麼 寫宿上面的過程 這樣子 對 我跟妳說我是開玩笑的 其實我是溫州街人 就是 就是 天龍國的那個 龍珠那個位置 對 然後 嗯 我其實對於這條街其實蠻有感慨的 就是 曾經 對於認真喝咖啡人來說 溫州街算是台北市咖啡 咖啡館最密集 然後素質也最高的一條街 對 然後 但是現在就沒有啦 現在不是因為他們變得特別弱 而是說 現在有很多個 新興的地區 比如說像 附近街那邊 然後 然後 消費者的喜好也在改變 所以 對於咖啡館的要求 不只是咖啡這件事情 對 那 但是我覺得 嗯 溫州街的咖啡館 在咖啡這塊 確實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那 嗯 溫州街的咖啡館一直到 現在都還是比較保有我們 就是 我們在國外的 講到 然後就是以前的咖啡商樓的 那個樣子的氣氛 因為他學生比較多 然後 聊的問題可以比較 不找邊境 可以比較 呃 在自信上 做一些討論或批判的動作 然後這個在別的 比較商業區塊的咖啡館寫看文件 那 那 我為了今天的講座 我去回頭看了很多 以前我收集的文章 對 就是如果是 你是 溫州街還有 我是佛羅丁 中路那一塊 就是以前被 卡啡館說是溫羅丁 然後 如果我是從 溫羅丁出來的人 其實那個 那個記憶 會在 會在記憶中很準 它會是你年輕的時候 一段很 嗯 沒有被汙染的一個 比較文藝的歲月 那我那時候去看 為了直接講座 我去看了這種文章 就是比如說 嗯 比如說 洛宇君 或是 嗯 羅玉佳 他們其實都有專門寫過 溫州街的咖啡館 然後 像楊大賢 他用一整本書在寫 溫州街 零和街這些地方的咖啡館 然後 其中他在寫溫州街的咖啡館的時候 嗯 嗯 我讀到 有一句話有點感慨 就是 他那時候就講了 那時候很有名的那個 濃溫森林 跟他旁邊的酒吧叫練九一八 嗯 練八六 對 跟練八六 他就說 他看了在裡面的學職 他會覺得說 嗯 這些人可能三四十歲之後 還是會去 濃溫喝咖啡 然後之後去練八六 喝一個小酒吧 並沒有 因為這兩間都不見了 對 而且 就是比較感傷的是 嘉賢那個說是 2008那些的 所以在2008時候 他的預言就已經不見了 對 然後 呃 在那邊其實有很多 像類似的點 他是一整個時代的氣氛 然後我覺得現在 如果比較年輕一輩的朋友 會有這個時代氣氛 譬如說 你也不會知道音程片 或Facebook 或很多種 但是 我覺得會在你們記憶裡面 他會是某一種很難在線的專門 不管是那時候的 各種媒體去在線場所的方式 或是 物質和廢物質的一些條件 都會讓每個氣氛不一樣 然後 對於很多 我這個年輕人的人來說 其實 威羅店的咖啡館 其實跟日常完全不一樣 那 其實每間店 遇到的每個人 我都記得 對 然後聽到每張專輯 或是 你碰到的每個作家 或是 你在那邊會碰到喜歡的人 然後碰到喜歡的人 然後 碰到很多次分手 對 我覺得那個就是你成長的一種 對 那 而且 不知道為什麼 這可能是優點 也可能是缺點 就是 以前在威羅丁的咖啡館 裡面的客人跟老闆 客人間的 互動非常非常之密集 我也是跟洛宇嘉講這件事情 有多誇張 就是 以前就是 在那個 網路 教我來評分那麼發達的時候 男同志交友其實很困難 所以他們要怎麼找說 他們間有興趣的對象 他們會在 就是 DBS上的男同志板說 我今天下午幾天幾分 在 比如說在挪威森林裡面 我穿什麼衣服跟什麼背包 然後 你穿什麼顏色的衣服跟什麼背包 然後 我覺得你很好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對 請你資訊給我 以前的 就是在 App前10代交友是這類的 然後 有時候會附那個 那個 就是照片連結 然後 我覺得跟洛宇嘉說 有時候我看到 趙樂福的那個 訊息就 吳國瑜翻新裡了 對 就是他那時候還不成立作家 對 然後洛宇嘉說 天啊那時候好金色 對 然後就是那是美人的 那是一整個時代 然後 我覺得現在會有現在的時代 只有我們現在還得到 局面那個東西會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咖啡館 作為 一個陪伴場所 應該是不會改變的事情 是 是 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 就是 Ja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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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在現在就不相當 以前真的會這樣約啊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 挪威森林 在溫州市街 GAME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認識 我要見到這些人 我跟 三四個朋友 就是 就是 那個時候已經有MSM了 天啊 我只要會講到什麼Penton 之類的 CQ 對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 我會遇到誰 可是 好像有一種事情是 你一走進去 你就知道好像就是 這群人的感覺 我覺得以前的咖啡館 有這個事情 對 然後大家的穿著 也比較平衡 對 現在如果講說 我等一下下午 我會去咖啡館 然後我會穿一件 素的T恤 然後下面是牛仔褲 配一個 RENS的鞋子 我覺得你可能找錯 你要找對不對 或者是很容易找錯人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不太理了 對 那我也非常贊同 那你講 其實現在的 年輕人 也許正在建構屬於 他們自己 街道的記憶 也好 區塊的記憶也好 他們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是 咖啡館 始終不變的一個 存在的價值 不管他在哪裡 對 所以 我還想問他 進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跟很多人一起 在黑潮工作過 從 我剛剛講的那個時候 就是溫落地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那其實有 不斷的有新的 小朋友會來打工 這樣子 所以 我想你應該是 非常 雖然是一個 老店的經營者 你應該是非常能夠 在 每年 或者是每幾年 就看見 不同對於 咖啡館 有憧憬 或者有興趣的 新的面孔 進來這個場域的 所以想請你聊會聊 然後 在黑潮工作的 你所看到的 這些人們的特質 不管是 他們有什麼 共同的部分 或者是轉變的部分 對 我覺得有一件事 已經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就是 來咖啡館打工的人 基本上就是 比較特殊的一群 因為如果你是 以實心來看的話 現在大家的 基本基本都差不多 可是 或者說 以學生來說 如果他去做 加油站的晚上 其實算比較多 也就是說 他今天來咖啡館工作 其實他並沒有 或是說他不只在意說 他每個小時的薪水 他比較在意說 他今天 在這地方他喜不喜歡 然後 他有沒有可能做什麼事情 然後 對自己造成什麼影響 然後 如果對自己覺得說 那是他要的 比較愉悅的人生 他比較會流下來 對 然後 講到咖啡館 來咖啡館上班的人 有一件事情 是同行一定知道 但是非同行一定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 其實如果說 你去咖啡館求職 然後你一開始就是說 你對咖啡館有興趣 或是你不會煮咖啡 通常你都不會被用 對 這件事情很違反常識 對 但是 但在業界這其實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如果你今天 進咖啡館就是說 我要學咖啡 通常這個人的外場 都做得很好 因為 對他來說 他就是只是在 熬過說 我做外場的時間 我就可以煮咖啡而已 對 那事實上 這就是最糟糕的 對於個性店來說 因為 一個咖啡館 他要能夠運作順暢 然後 能夠讓客人有很好的印象 其實咖啡館的比例很低 對 外場的比例很高 所以你一定要有辦法展現 你可以做一個好的服務人員 你才有辦法在這家店上班 然後你至於你會不會煮咖啡 我一定都不在乎 就是 如果你進來久了 在我們身邊久了 我就一定有信心 把你教的咖啡煮得很好 所以對我來說 是不是很有興趣 或是說 你是咖啡煮得很好 都會來說 你體貨不重要 對 然後這件事可以給大家 想想 我想問一個就是 現在大家都 開始賣單品咖啡 黑草還是 以意識為主 但其實 你有時候醒起來 才會煮 塞分給 沒有 你怎麼看待 單品咖啡館絕起 這件事情 對 我自己很久還沒有單品 我們沒有換單品 純粹只是因為 把臺放不下 接下來就是子晴 子晴說 你在聽說 就我們兩個說 你在開店之前 去了台灣 找 然後 看了非常多不同的地方 他的館 就是在你要開店之前 對 對 然後 那個時候準備的行星是什麼 然後 確定要開店的 感受是什麼 就是 因為他就是無中生有一點 就是 你要從頭 弄起來 所以一開始 那個 決定的感覺 是 你也不肯開一家店 然後就說 好那算了就不要好了 對 所以 一開始那個決定的心情 跟準備的心情 是什麼 對 我一開始 其實 開店這件事 對我來說 最花時間的是 下這個決定 對 就是我在 黑潮工作 五年之後 我還陸續待過 樂樂咖啡 然後還有 另外一家叫 Stone 然後在黑潮的 我當兼職的時候 也有在Rufus當過兼職 對 然後我 後來發現 就是 我好像 沒有辦法 在什麼地方一直做下去 對 但是 我絕對 可以說 我工作的店 是 就是台北市 最棒的這些店 對 那如果連這些店 都 沒有辦法滿足我 那 那我到底是在澳嬌什麼 那就是你的問題 對 所以就是 在我結束之後一份工作 然後我暫時也沒有想要找下一份工作的那一陣子 其實 我大概花了接近半年的時間做開店這個決定 對 但那時候其實非常焦慮也非常痛苦 因為就是一個 就是我在吃老本 但是每天還是要花很多錢喝咖啡的過程 對 對 我常常就是在東奧南路旁邊的公園 然後 拿一罐啤酒 然後坐在那邊發呆 然後想說 我到底接下來要幹嘛呢 對 那 直到有 我忘記是 確切是哪一天了 我就 突然跟 覺得 就可以跟自己說 就 好吧 那就 那就來弄一家小店好了 對 就是 我想弄一個可以自己上班的地方 然後 看看 我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那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其實 後面的事情就 比較順暢了 因為 就是 你知道自己有些事可以去把它執行好 而不是在原地很徬徨的樣子 對 所以 對我來說開店這件事 我覺得 開店那些準備 就是各種拉力拉扎的準備 就是你要買很多東西 你要花很多錢 然後 你要跟師傅溝通 你要學習 他們的語言 對 這些事我覺得都比不上 做那個決定辛苦 對 就是 我 我相信如果 在做 或者是你們有想要開店 我相信你們的感受 一定都跟我一樣 因為 就是 以前上班 每個月老闆都會點你薪水 對 但是你開店之後 你就成為一個沒有任何藉口的人了 對 盡好給人家薪水 對 Fox 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他很小 然後 人總是 會滿足 有時候 常常就是畫面會被錄影區 然後 但我要問的是 你在器具的選擇 因為這也要做功課 就是器材的選擇 跟 烘豆是這方面的事情 就不只是開一個店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 你對原物料也是滿堅持的 除了你的性格之外 好 就是來問你的性格 為什麼要堅持這些事情 就比方說什麼 黑糖 然後蜂蜜 這些東西 小的事情 然後把它做好 對 那個準備的過程 不要問你怎麼去照 這些事 怎麼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好 那如果第一 是器材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 稍微跟我熟一點的朋友 都知道 我其實是一個物欲非常強的人 我很愛亂買各式各樣的東西 不管是咖啡的器材 或者是甚至跟咖啡完全無關的 杯子 就是盤子 然後 到茶 你想得到的各種消息 消息 對 對 我其實很愛買各種東西 對 然後我覺得在準備開店這個過程 其實有一件事 是 就是挑選器材這件事 是我滿享受的 就是 就是一個Shopping嗎 對對對 就是我可以去Muji 然後買三萬塊的東西 然後還是很開心 對 但是 我覺得那是很 那是一個很完整的過程 讓我可以去比較很多次 對 例如說 同樣裝一塊蛋糕 那如果是八次的蛋糕 然後 那用18公分跟21公分的盤子裝 在視覺上看起來會有什麼差別 對 而且這還沒有討論到顏色 對 然後叉子 那十公分的叉子 跟 十幾公分的餐叉 用來吃蛋糕 會有什麼樣的差別 對 那甚至是 叉子前面有幾根凸出來 那甚至都會影響到吃蛋糕的過程 對 然後我覺得 我不知道 是不是 大多數的人都覺得這件事很煩 或者是 不就是叉子盤子杯子嗎 對 但是我很 我很享受就是 在比較各種 不同用器器具之間的過程 對 而且 就 那讓我可以買很多東西 而且我非常正當的理由 聽說你自己 就我們自己說 啊 聽說 你跟紐西蘭還是哪個國家 那個杯子商 自己批了應對的杯子 對 就是 現在店裡的 所有的熱咖啡的杯子 幾乎都是 紐西蘭的一款 國民杯 然後它叫 ACME 對 然後我發現台灣沒有代理商 所以那時候我就寫 Email問他們 可不可以寄一筆給我 然後他們就說 就好啊 但是每一種顏色 你要的杯款 就算你只要那一個杯子 但你都要訂一箱 對 然後我就說 好啊 那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就 花了好幾萬塊去買這些杯子 它其實是 它其實在紐西蘭的位置 其實很便宜 它其實有點像是台灣的大統 就是做那種 就是很耐用很厚實的 悲劇 對 但是 我把它寄過來這件事 花了我非常多錢 很小的Dine Cup 對 然後 顏色介紹一下 對 就是店裡用的都是白色的比較多 然後 我自己也非常愛買鍋裡杯 所以 因為我的 我的吧檯是灰色的 然後 我開店前 把檯做好的時候 我就發現 灰色的檯面 在上面放透明的東西 會非常好看 所以 如果各位家裡有什麼 灰色的部分 你把一些透明的東西擺上去 效果會非常不錯 聽起來有點龜毛 但是你覺得這些設計的東西 包括 包括從店的裝潢 然後 嗯 七彩的放置 甚至是 MANU後面那塊板子的 尋找 你覺得 我覺得 對這家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沒有一個環節是 想要miss掉 對 對 這一般然是店長的性格 對 對 那個 我可以問一下 你MANU後面那塊板子 你可以找了多少個來試嗎 對 我MANU後面那塊 就是一個假板 那一開始我本來是想選日本的一個品牌 叫Panko 對 那我後來發現 好多天在用喔 我不想跟大家一樣 對 然後 我就去買了MUJI的 MUJI的假板 它後面是用鋁做的 它是金屬的 然後其實非常好看 對 其實好像比較少被人注意到 對 然後MUJI的假板用了 大概一年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可以幫店裡的MANU換個假板 對 然後我又去找到了另外一個日本品牌 也剛好叫Fox Studio 對 它是專門在做一些木板跟金屬的加工 然後找到了現在的假板 對 那我覺得這些戲劇的選擇其實就是 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不斷的 看膩 然後再重新購買的過程 對 那我都說服自己說就是 其實客人都會注意到啦 對 對 的確會注意到 因為一直換 好 想請問你就是 為什麼要取這個電影 然後為大家解釋一下 Fox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你為什麼要取這個電影 第二個是 營業時代的選擇 為什麼你決定要 然後 在早上八點到下午 五點這個 時代來營業 第一個問題剛好 在這邊可以一直回答好多人 其實這也是 火燒你來的原因 為什麼會叫Fox 因為就 就其實像我對於咖啡館的定義 它是一個陪伴 那 我覺得咖啡館對我來說 也一直是一個聚集各種不同人群的地方 對 那Fox剛好是一個 就是稱呼大家 像我也可以在場 稱呼在場 大家說 Hey Fox 就是一個比較輕密 比較輕鬆一點的稱呼 對 然後它又很簡單 比較不容易可以誤認 對 雖然我也有被誤認成是Fox 就是X直播 對 還不少吃 對 但是狀況不多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店名就是簡單好寄又乾脆 然後 是蠻符合我挑選店名的原則 對 然後它的另外一個原因只是 呃 民謠 對 那也剛好可以 在我很在乎的音樂這一塊做 做一點關聯 對 那這是我挑選這個店名的原因 是 那 請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 早上8點開 晚上 一點結束 還不到晚上 為什麼早上8點開是 從我最早在黑潮上班的時間是 到晚上12點打烊 然後 打烊完結束到家大概是1點多 然後 後面陸續工作的店 大概也都是到10點打烊 或是11點打烊 對 那其實以前我們 就我們這一行打烊之後的生活 大概就是 都在喝酒 然後 都在吃宵夜 對 然後 就是 這樣子過了 好多好多年之後 我覺得我的身體好像 開始慢慢出現一些狀況 對 對啊 對 所以 所以就是 我自己開店 然後我就覺得 我想要給自己一個崭新的生活方式 那是我以前 從來沒有體會過 對 對 就是以前 早上8點說不定 我才剛睡不久 對 對 然後 那時候 其實我開店前那段 猶豫 剛剛提到那段猶豫的時間 我也有想要找 就是 台北有沒有早上開的咖啡館啊 就好想去那裡工作 可是 那時候幾乎完全沒有 對 對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這樣決定 我的營業時間的原因 對 然後 我覺得早上開其實是 蠻 蠻特別的 經驗 對 就是現在早上來的客人 其實真的不太多 然後 大多數都是一些比較 工作時間比較自由 然後也真的很喜歡 這邊不想 就是可以避開在下午 人幾人的時間來 對 那最特別的是 偶爾會收留一些 例如說 他宿醉 對 就是他 根本就沒有睡 對 或者是他失戀 然後他 一樣根本就沒有睡 像這樣的客人 就是以前 比較像是我們夜班的客人 對 早起早上還是有 對 這很有趣 連貫了看 對 對 我常常覺得 那個 你收留這些人 我之前就是想說 要幫你做那個 四維 四維暖新聞 看到超多人去跟你講 他失戀了之類的 對 那個是很表面 阿靜看了很多 好 那接下來 這個最後的部分 想要問阿靜的是 就是 一開始遇到 芝琪這個人阿 你的 印象 是什麼 然後 有想過 後來會跟他 一起工作嘛 然後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 他是一個 我很努力在維持一個 鎮定的時候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工呢 對 就是 因為這有好幾個層面嘛 一開始是 你是客人 他是 還拿工的 後來你變老闆 然後他變成了 一個比較Routine的員工 對 所以 從咖啡館裡面認識 這樣一位朋友 是什麼樣的過程 然後你覺得他是一個 什麼樣特質的人 對 對 那時候 既然在做這個專補的 那個企劃的時候 有講說 這部分就是聊一下 就是 芝琪跟我之間的 私服情侶 然後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 大家都有很大的落敬 如果說有什麼 不私服情侶的話 其實芝琪還是我老實 在很多意義上都是 現在他年紀都想好很多 對啊 對啊 要跪了嗎 對 對 雖然講這個有點太感性了 就是 有點肉麻 但是真的 就是 我剛才有講過 就是我們都是 就是 多數的乖小孩 然後 我也從來都沒有覺得說 有一天我可以甚至在 咖啡館上班 或是甚至後來就是接了這家店 然後我那時候去 黑巢的時候 剛好 應該是超過芝琪有去那邊上班 所以 等於是 其實芝琪比我直升 在店裡的時間 確實是前輩 那 我那時候每天看著他工作 然後會覺得說 因為芝琪現在看起來是個很會搞笑的人 其實他對自己的工作要求很高 然後 他其實沒有他看起來那麼開朗 他是一個毛很多的人 只是 對 下班之後就是負面積去光殺他不行 那樣 對 他上班時候就是 都會把Few的吃得很好 然後我那時候就每天這樣看著他 然後他年紀比我小這麼多 我會覺得說 有一個人是這樣看待服務業 他把服務業做到讓你覺得說 這是一個你可以上網的工作 然後他有光量 有美好的部分 然後我每被他服務我都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這才是我下定決心要接黑巢的真正原因 一直到那個 我的前一家老闆問我說 有沒有意願接黑巢的時候 我都是先問過子晴說 他願不願意留下來 就是當我第一任正直發胎 他說他願意 然後我就說 那我就把店接下來 對 其實整個事情 整個事情 腰根拒的權杖騷擾亂無常 對 整個事情 本經過期是這樣 然後 我自己沒有跟子晴說 是 這個部分我其實很感謝他 就是魔法師 讓我學習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應該說那個時候的子晴 因為 那時候他還是學生 然後他很天真 常常會問一些 沒有那麼神思熟慮的事情 讓我會 然後讓我覺得說 就是 比較社會化的自己 會覺得說 對我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當然他現在也是會壞 所以他就會 比如說他以前就會問說 為什麼他被電腰有低消 如果他不點東西 我們損失只是一杯水 對我問過這個問題 對 那現在應該超厚 可是 可是 我其實很感謝就是 我到現在 如果我碰到什麼 很困難的事情 我還是會想說 那時候子晴 我在電腰 跟他會怎麼樣 對 就是 是一個 年輕的時候子晴 一直是我的老師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 在每一個人的一生中 都是一個很少 很少有的緣分 因為 你始終可以找到 比你直升年方的老師 可是 你可以從 比自己小的人身上 一直學到新的東西 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然後子晴那時候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還有第二件 就是 子晴其實是師大 他沒有他說的 任何不會讀書 對 你知道師大生 就是到大三大四的時候 就是一律都在問一樣 討論要問就是 我到底要不要考研究所 或是我到底要不要考公費老師 我到底要不要考教職 要不要考教職 就是每一天都在問一樣的問題 然後其實考研究所也只是緩命之急 其實他們的人生只是在說 我到底要不要考老師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會問子晴說 就會常常跟子晴說 你好好喔 都不用想這些 因為子晴就是 他雖然說他開電視後 後來決定 但是他要做咖啡這件事情 然後你進大學 來一小時候 就決定這事情 所以他 在每一個人都說 子晴好幸運的時候 我看到的其實根本就不是這樣 就是他其實 一開始就做了最困難的決定 所以他的人生就變得比較簡單 我沒有說變得比較容易 但是會變得比較簡單 然後這件事情會讓我覺得說 很多事情 尤其是你書店的比較多的人 就是你會想太多 你其中自己下子晴 就是沒有人在當爸媽之前 就知道怎麼當爸媽 可是小孩子出來 你就是要帶他 然後接電影是這樣 然後 其他的事情 其實 就我覺得我真的是 學得到很多事情 對啊 謝謝子晴 謝謝 我們現在進行一個雙方 加速 OK 那子晴你有 怎麼 我覺得你應該第一次 聽阿晉講這樣的話 對 那你有什麼要跟他說的 沒有 我真的覺得 自私徒 我本來是真的以為是 阿建是老實 你是徒弟 雖然現在感覺起來 就算阿建講的這番話 我還是這麼決定 因為 嗯 感覺阿建就是比較 雖然他自己說 沒有那麼社會的話 就是 心思 不一樣的細膜 所以 嗯 這些你怎麼看待 就是一個 在黑場最開始看到的 阿建這樣的人 的人格特質 然後一直到後來 可以跟 就是跟他一起工作 等下的過程 你覺得 你遇到一個什麼樣的 我一開始在黑場遇到的 阿建那時候 那時候我做外場 然後他是 幾乎每天晚上都會來報到的 熟客 他都 狀況的一部分 對 我記得他都會坐在 就是黑潮的吧台 最靠牆的那個位置 然後我每天晚上 大概就是 七八點 他下班我就會看到他 那 我坐了幾個月之後 如果我沒看到他 我會打電話給他 因為我擔心他是不是 在路上 發生什麼狀況 都沒有過來 對 那直到後來 就是我也經歷了 黑潮 換了老闆 然後 阿進接店 然後 他從 原本 我們是隔著一個 霸台相處 然後突然 他就跑到霸台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奇妙的過程 然後 我覺得 一起工作 其實是 對任何 任何層面的感情 都是 很大的考驗 因為 我們 我們這樣子的行業 一起工作 其實你的工作是 環環相扣的 然後 就沒有辦法像 可能像 某些工作 你只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就好 但是 其他工作可以 但是服務也不是 對 所以 我覺得 在服務也一起工作 是你可以 真的你可以非常完整的 認識一個人 你可以完全的 看到他的所有優點跟缺點 對 那 我看到的阿進 他一直都是一個 我 我不用非常 我說異常 異常認真的 就是他很認真的 對待 他 他經歷的每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 那對我有非常非常 深遠 而且重大的影響 對 就是 我會很希望 自己可以像 他一樣 這麼認真的 對待人 對待事 對 那 一直到現在 我都是這樣想的 對 那 我覺得我特別感謝的就是 因為我從大二 那時候就認識阿進 那 他真的包容了我 很多 就是 還很不成熟時候的各種狀況 對 然後這樣一路走來 我們都還是很好的朋友 其實我是覺得 就是非常感激的 是很難得的經歷 是 好 那我要把這個情緒點 撲在這邊 撲在這邊就好了 兩位 那個 好 兩位怎麼看現在 在 對方的店 因為還想 去 就是說 常常 常常去對方的店 那 想 先請阿進去談一下 因為 仔細要開店應該你就是 不是第一個 就是第二個 知道 有沒有什麼擔心 然後後來現在看他 開這個店 對 你覺得這家店怎麼樣呢 對 就是 這家店跟你什麼樣的感覺 對 我其實完全不擔心了啦 就是你 你這麼多年來一定會用過很多 想要開店 其實應該說 進來的人 想不想開店 或是能不能開成店 其實幾乎在你相處了 大概第一 前幾個月你都會知道 然後仔細一直都是 我 以及我們的同行們 都覺得開店一定沒有問題的那種問題 那 確實現在也是 然後我去Fox 會覺得說 這就是仔細人店啊 就什麼東西都是他要的 那 我只是會比較關心說 因為仔細現在很年輕 然後客人也都很年輕 然後 如果他今天要把店做大一點點 然後 來的客人 可能就不是 他可以多喜歡的客人 然後 林子綺就是一個 非常容易送客人一場的人 就是 他就是 負面能量會大爆發 他想說 我今天來的客人都是屎 他會想說 對 對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喜歡好好對待的人 所以今天如果他發現有人 沒有好好對待他的店 跟他的產品 他其實會很生氣 然後 我覺得 就是 就是在心理跟身體的健康上 我會比較擔心 其他的 其他的就是 仔細其實代表 就是 在黑巢以後 這一波新開店的 某一種典型 就是 他們會用非常高端的機器 然後 用非常好的 豆子 然後 嗯 他什麼東西都喜歡買很貴 對 對 他上面跟我說 他竟然買一台秤一萬塊 就是 秤面子的秤 各位都說 對 對 然後 他會跟我說 然後 不只是我啊 那個誰誰誰誰誰誰哪家店員 我本來知道 所以 習現在這種店很多 然後 對 這是我 比較沒有那麼樂見的一件事 就是 現在心理的開店潮 在 某一個程式縮起來 他在試身化 就是 在第一波 你要開店打拚的人裡面 就是資本門檻被電到非常的高 然後 這個部分 對於有心想要從事這一行的人 然後 但是 沒有這麼多知識的人來說 會很辛苦 但是 我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擔心的是 如果你覺得你有錢 就可以開一下很好的店 那我就覺得 你的店就會得得死 所以 就是這一波這樣 經理開店的人 我覺得 可能五年內 可以勝到一成就金 算很不容易 然後 在這件事情上 我對此學會留心一心 他就是一個多生的聲音 針對此 對 那 想問一下 你現在 回去黑潮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情 和感性 或者說 你會想要 比方說下班 或者休假的時候 再去看看阿金 看看黑潮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這個 我覺得黑潮 去黑潮 對我來說 真的是太 就太像回家了 對就是 就 那邊對我來說 已經不是一家 單純的 我回去喝東西的咖啡館 對就是 那邊全部的一切 我都太熟悉了 對那邊 就是 什麼地方長什麼樣子 然後 哪邊有什麼狀況 我大概是全部都知道 對其實我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有在那邊工作 對 但是我每次回去的 心情 都 都像回家一樣 對 那 其實這個 我也 覺得 非常感激 因為 不是我工作過的 每一個地方 都可以這樣 對那有一些是 現實的條件 有些我工作的店已經就不在了 對 然後 所以我覺得可以像是這樣子 然後回去一家 自己很熟悉 然後曾經 投注很多時間 跟心力的店 就 我覺得 我覺得很感謝 是 那 因為這個講座 我本來預設是要給 一些有求之欲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 想要開咖啡館 或者是 只是想要知道 關於這些 更多的 朋友 因為其實 他不是該是一個非常 高高在想的事情 不過他有他值得堅持的一些細節 所以 這個部分會想要請聊會簡單 聊一下 如果說現在有什麼建議 要說 想要開店或進入這個行業的 朋友的話 你們會有什麼建議嗎 對 這個 我們一樣從 阿信 好 謝謝 我覺得給 我其實資歷不太 不夠可以給這樣的建議 但是就是這幾年來 這樣 在咖啡館 我覺得有個心得 而且我也有修正這個心得 就是 以前 早幾年如果別人問我說 開咖啡店 需要具備什麼特質 或是要堅持什麼事情的話 我通常都會回答 就是說 你要具備某一種一個特質 是你可以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把它做到很好 對 那我 從去年開始 我修正這個講法 我有加第三個 就是說 就是 我覺得如果要在最好開始最大距離 你必須可以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做到很好 並且從中間得到樂趣 那這個 statement 其實它其中 它需要的有三種能力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一種心事習慣 你要很耐煩 就是 你不要覺得 你在做一個 了不起的工作 我並沒有 其實 餐飲裡面就是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對 然後並且把它做得很好 這是 這本來就是某種專業主義 做某種工作的東西 事實上就是 能不能開成店的人 他在打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他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做不好 他就不可能開成比較好的店 他就只是上班打卡而已 對 而且 你不能說 我這個人就是 線條比較粗 所以事情做不好 不行 就是 你要能夠養成 能夠檢視自己工作內容的能力 因為 在咖啡館工作 節奏都很快 其實 你 你不應該允許自己造成不太麻煩 對 所以你應該要能夠每天做養成 並把它做得很好 然後第三個是 並且從中間獲得樂趣 那我覺得 這其實是一種重要的能力 就是 其實在餐飲業 其實是一些被祝福的事情 就是 如果 比如說你今天做一杯咖啡餅 不管你在多快的時間內 喝到那杯咖啡餅 跟你才把咖啡餅合到 就已經不一樣了 奶炮從你打完了 第一秒開始 它就開始流動 對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煙 然後聞到不一樣的香氣 然後 要試著一直把這些咖啡餅 維持在很心去感受這些樂趣 我覺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 這是我的 一點心 我覺得其實 我好像也沒有什麼資格的談論這些 當然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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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剛好其實開店 以來 是 接近兩年的時間 然後 有很多 客人跟朋友都會問我 他們 會問我說他們覺得 覺得 開一家咖啡館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 或者是 在一家咖啡館裡面 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 有沒有最重要的事情 對 那 我以前回答不太出來這個問題 但 我最近 的思考 我發現我 好像可以 稍微回答 就是我會回答說 我覺得是所有你 你 你眼睛 看不到你 你嘗不到的事情 對 大概就像是你去一家店 如果你很喜歡的話 你把眼睛閉上 你會感受到的東西 對 可能是 那邊的 氣氛 可能是那邊的 音樂 對 但我以前曾經認為 這一切都是某一種 音樂的忌諱 因為 就是 咖啡館 是流動的空間 它 所有事情隨時都在改變 對 今天你旁邊坐一坐 很奇怪的客人 那氣氛就很差 可是我以前以為 一切都是運氣 但我後來發現 不是 是 我們有意識的 在營造 這件事情 我們用盡我們的全力去營造這件事 對 所以 我覺得我會這樣子講 就是 所有你看不到的東西 都是 最重要的 對 要試著去找出一些 你可能從未意識到的部分 對 那我覺得那個部分 可能是 對你 或是對你要開的店 最重要的部分 是 是 是 好 嗯 這講座今天 差不多進行到 最後一個問題了 那等一下 如果各位有 這個 QA時間有 想要發問的話 請大家不要害羞 就是 把握機會 那 遇到 你準備一下 好 那個 最後我們想要 我想要問的是說 對於未來 自己的店 的樣子 有什麼期望嗎 那同時就是說 這個期望 也許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它不用是一個 巨大的計畫 就是希望持續看到 怎麼樣的遠近來 或者怎麼樣的事發生 那同時 今天在座 有很多 朋友們 是不是 可以跟他們說一些話 這樣子 仔細你趕快 準備了 我們前幾年有用過一個公主生 然後他來黑曹的時候 才剛上研究所 然後他那時候是唸電影 然後 他在黑曹這幾年內 然後 漸漸開始玩咖啡 但是他到 畢業時候都沒有確定說 他要 走電影 還是做咖啡 所以他又回去弄了這部電影 然後他現在在一家 很好的咖啡館上班 然後他跟我說的原因是 我覺得還蠻動人的 他說 他後來有 有理解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開 開獨立咖啡館 其實跟 做電影 一樣 就是 是一種跟 社會溝通的方式 對 然後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是 這是 很棒的一句話 就是 如果今天你 你不想用配信商品 然後你不想要隨波主流 你不希望先 大家說什麼咖啡好 你就出什麼咖啡 什麼音樂好 你就出什麼音樂 我就覺得你 就有義務 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好 然後跟這次會說不通 就是 我覺得你只要認真 把你要的東西傳達出來 一定會有更容易 對 然後 我希望 當然 每家店都會有 他在現實上的考量 說不定過幾年 我就沒有 我說是沒有武器 但是我也 但是我 就對自己其實也是 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 呃 懷抱某些想法 然後跟社會繼續 然後不要覺得自己特別渺小 因為 來這個電影 其實就是投你的票 對 他會贊成你贊成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美好的過程 嗯 就是 如果我說 就我的店有什麼未來的方向的話 其實我現在的目標很渺小 就是我希望 在未來幾年內 進我所有的可能去維持原狀 對 就是 我希望 可以開一家 就是 陪伴台北很久很久的店 對 那我會更確定這件事 就是我最近幾年去日本 然後 我開始會去一些 他們的老咖啡館 他們未必是一些 就是新開的 的店 對 然後我發現那些老咖啡館 他們都 他們都被圍捕得很好 然後 他們也都好好的對待客人 對 那 我會希望 就是Fox可以是 是這樣的一家店 然後 然後 陪伴這個 城市跟 喜歡這邊的人 就是慢慢的一起變老 就是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的 我剛剛都沒有自我介紹 其實就是不重要 但我是成家 然後我測這個展覽 今年我們登讀測 做一個全記號的合作 這個講座呢 這個講座 接下來的場次我跟各位報告 簡單報告一下 然後 再下來的是 4月18日 在這個地方一樣 然後 一樣是請大家到 讀測先進行個 先上報 那 也可以當上吧 先報名我比較安心 謝謝 然後 18號的話 我們請一位 長期拍 運動明星 國內外運動明星的 攝影師高齊順 他跟一位 運動展示的編輯 我長期在做 運動媒體的 朋友 他們兩位要來談 過去他們在 這些球星身邊工作 還有他們看到台灣的 運動媒體 生態的一些感想 雖然是這樣子講 但當天應該就是會走走 那我們會有很多 因為今天兩位都很會講 然後很多可以講 下一場我們就會有很多東西秀出來 就是他們過去拍的東西 那這個攝影師 包括過去拍過 像連初號 Kobe Bryant 然後 幾乎NBA球星大台他都會拍到 然後他前陣子也去 這個陳維英 在波羅里達春訓的時候 也去拍這樣子 是一個蠻難得的機會 然後是 很年輕很年輕的線上工作者 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話 我們現在球技也都開始了 可以來看一下 來聽一下 這是18號 那我再往下講一場的話 我們在5月9號要請到的是 林哲儀 就是DJ Michael 對就是那個林哲儀 他會出現在這麼亮的地方 對跟大家聊一聊他的DJ20年的這個過程 包括他最近要辦一個活動 那今年是他當駐場DJ已經20年了 那蠻難得的經驗 大家如果想看 曹哥 在這個場合出現了 那接下來還有幾場 我日期就不一一說 就是 5月我們還有動畫的場次 那我們請那個 國內還有名的動畫師 邁仁傑 邁仁傑就是之前我把他罵的動畫 就是動畫導演 要來跟我聊一下 拍一部台灣本土商業動畫長片的靠北之處 對 因為我是編劇 然後我們現在都不知道這件事會什麼時候發生 對 大概就是還有一場是這個講香氣設計的 香氣設計我們找一個小說 作家李星輪跟香氣設計師 Judy Season的這個負責人 他們來為我們講說為什麼香氣這麼重要 然後為什麼香氣不只是一個氣氛 它是科學性的直接可以改變你的那種 那種無分明的東西 對 是一個國家體力引發 然後我們現場有沒有朋友想要問問你們好不好 我剛剛聽兩位在分享的時候 聽起來其實在經營一家咖啡店 無論是說今天你是跳盤子也好 選招牌也好 那甚至於說到店裡面播放音樂 聽起來是有某種程度的個性 或者是做自己 那想問一下兩位就是說 在你們經營這些店的時候 會在有沒有什麼樣的狀況去意識到說 我做自己的程度 會不會讓客人覺得太over 或者是說 對於經營這家店 我做自己那個分寸很拿捏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對 然後我覺得確實就是 我覺得我常常很over 對 然後 但是我覺得在Fox這個部分 就是 我有一個原則 就是 我盡量不彰顯我的個人喜好 對 就是例如說 我很喜歡搖滾樂 但是我不會把整家店都貼滿搖滾樂的海報 對 我家還有很多的電影海報 可是我也不會把它貼上去 就是我不想讓客人一進來 就接收到就 好這個人喜歡什麼 對 因為那其實不干他們的事情 對 那我是透過一個比較隱晦的方式 例如說 我就放我喜歡的音樂 那再加上放我喜歡的書 對 那可能 我很喜歡搖滾樂 可是店裡面就放 可能放一張小小的海報在旁邊 像是這樣子 對 我的原則還是盡量的不打擾 因為 就是我覺得現在 現在大家的生活都 接收到太多太多的資訊 那很多時候你來拔個管 只是想休息 對 那我們喜歡什麼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對客人來說 那其實就是 跟他們沒有關係 對 那我希望是 如果他們想聊 我們非常樂意 那我們絕對不會 用一個很主動的姿態 去強迫客人接受什麼 我覺得是這樣子 第一個我覺得是 你沒有辦法好好說的客人 所以即使你做的再有禮貌 或是再有可能 一定有人還是不喜歡 這是 所有 開店都應該要有 控股的一個體驗 就是如果你想要好好所有的人 第一個就是 這做不到 第二個你會非常挫緊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隨著零零不同 你會體會不同的事情 比如說 像我們都很 很好的一個朋友 他在分享我一家 非常有名的店 他說他以前 最討厭 客人竟然就跟他說 老闆 老闆 你被認為是不加糖 他就會很神氣說 他怎麼知道我不會加糖 對 然後後來我就 我到一個年紀之後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 如果今天你去吃牛肉麵 然後跟老闆說 老闆我牛肉麵不要抽 他生氣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對 所以就是 我覺得每個時期 你都會有 你都會有不同的心境 跟不同的客人 所以你只能 就是 把自己要求在 你很有禮貌 不做冒犯別人的事情 對 但是你沒有辦法 一直調整自己的喜好 你可以決定 你要做什麼 但是你沒有辦法 決定你要不要喜歡什麼 對 我覺得這在每一個行業 不管你是當老闆 或當客人的意思 所以今天如果是客人 你去一家店 你發現說 你沒有辦法喜歡這家店 他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也不一定是這家問題 可能就是 時候還沒有到 這樣 對 基本上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 不想保持很多東西 對 就是 你不要因為覺得 你自己的不會比較好 去欺負 那些不會沒有比你好 你今天很多的經典 會犯這樣的錯 就是 你今天去某家店 然後 如果你要顯示 你看起來好像 不是文靜這一段 你在某一些店 其實 你會覺得你被侵蝕 對 然後在我的店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的事情 對 我想 可不可以請你聊聊 就是 你經營咖啡店 那麼多年來 讓你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客人 我覺得好像 很難說 有 某一位最深刻 因為 就是 最深刻在我的腦中 你會彈出就是 太多 就是 太多客人 對 但是 我覺得 有一種 有一個類型的客人 我都會特別印象深刻 就是 他們 都不太會跟你互動 但是 你知道他們很喜歡 這裡 的這樣子的客人 例如說他們 每次來都坐同樣的位置 然後都喝一樣的東西 那可能更有趣的是 例如說他們都在 禮拜五晚上的九點來 對 那可能是一個人 可能是兩個人 固定的時間 固定出現 固定的容器 然後 固定的離開 對 那你下一次看到他們也是一樣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的客人 讓 讓我們 感到安心 對 即使我們可能從來沒有機會去認識他們 他們未必想要認識我 對 但是 但是 這類型的客人會讓我覺得 他們的影響非常深刻 我希望這樣回答他們有問題 好 那阿信可以試著 我好像也沒有辦法講出一個單一的客人 只是 因為這個開店滿久的 因為我當然沒有客人 然後 一般來說會讓店家印象很深刻的客人 通常都是負面的題材比較多 這好像沒辦法批評 就是 如果你今天在咖啡討論 會覺得說 你今天碰到最淘汰的客人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寫出很多人 對 到底為什麼 對 但是 我覺得我運氣滿好的 我就店裡客人多少客人 所以 大多數都是好客人 讓我 會印象比較深刻 通常都是 也一樣都是某個類型客人 比如說 我跟子齊都非常在意客人 是不是 親切有理 這件事情 對 就是我們親切有理 但是 就是這樣講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 大家都會覺得 你在咖啡店裡面弄的親切有理 但是 有一些人 我這幾年來 我把 有理冒客人分成三種 就是 第一種是 真的非常親切有理 就是家教非常好 對自我教養很好 然後 然後 氣質很好 然後 這種人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 第二種是 對 我說 真的就是真的驕傲 然後第二種通常是 影視圈的服務人員 就是他們那個 圈子的行規 會把他們叫成這樣 就是看到每一個 都是賴歌大姐 然後 因為他們在那個圈子裡面 競爭很激烈 就是 裡面打燈光的 或是架腳架 你其實都不能得罪 所以 尤其是小演員 或是小編劇 雖然他們非常的有理 但是 這種人 你在那邊互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些人 他只是有理 他並不親切 那是他們 他們的工作法 叫做是這樣 然後第三種就是同行 對 同行的話 通常也都會 格外的情節有理 但是那種就是 另外一種感覺 對 但是如果說 碰到第一種人的時候 你都會印象很深刻 而且每一個人都會記得 不管幾年就回來 你都會跟你公務生說 他以前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超有禮貌 而且 我說第一種人 為什麼比例很低 而且這種人一定是 不是天生自我要求 他就是家家好的原因 是不管幾年之後 他們再回來 或是你在其他店 看到他們 他們一定要都是這些人 而且你就問那個 那家店老闆說 他們也不會很喜歡這樣的客人 對 然後我們 像我跟自己 對這樣的客人 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兩位好 我想要問的是 就是經營咖啡館 這些年來 就是你們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曾經遇過的瓶頸是什麼 然後又是如何克服它的 謝謝 我覺得我們這一行最大的挑戰 是穩定度 就是不只是說你產品的穩定度 是你人的穩定度 就是你要讓 就是建議的客人來 他可能很喜歡你的咖啡 然後覺得你的服務也很好 很恰無其分 對 但是他不能下一次來 然後你就心情不好 你就臉很臭 對 或者是你就煮一個很奇怪的東西給他 對 就是我覺得穩定度 是最大的挑戰 一直到我現在開店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依然是最困難的事情 對 因為我們每個人 每一天的狀況都太複雜 你要讓自己維持在一定的穩定程度 必須要 就是很 某種程度上非常自律 你才有辦法維持 強大的穩定度 對 那瓶頸的話 其實很多人問我有沒有過職業倦袋 例如說有沒有在咖啡館上班上得很膩 其實我覺得我常常在倦袋 在一路走來的過程 對 但是 對 但是我覺得 我後來體驗到的是 如果 這是一份那麼無聊的工作 我相信工作都是無聊的 不管哪一行 對 那你就把 你就讓自己 就是泡在那裡面看看 對 你就讓自己完全沉在無聊裡面 看看會發生你的事情 對 我一直到現在 都是這樣想的 對 當我遇到什麼 倦怠的過程的時候 對 我就會告訴自己 就是 就是 我要更往裡頭鑽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對 希望可以答到你 答錯 我覺得 碰到的困境 然後都不是店主 都是我自己的 就是 我其實一直都沒有覺得我自己 我一直都覺得我可能會在咖啡館工作 但是我沒有想到說我真的就是開了一家店 然後 然後 既然那時候本來在展方上我問說 那黑長這幾年來有沒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其實沒有 世界變化很快 但是店裡面有什麼變化 然後我覺得我個人變化很多 就是 你要非常痛苦的承認你自己是一個在做生意的人 這對於一個就是賭書的人來說很不容易 對 然後你就開始要想很多事情 對 對 然後 然後你就要開始去搞清楚很多數字 對 然後你要想辦法讓店不要倒掉 對 然後 我覺得可以當一個店的負責人 需要具備很多種心智習慣 像仔細說的就是你要有承受無聊的能力 還有第二個是仔細現在沒有步驟就是 因為服務業的飲食率很高 黑炒算非常非常的低 對 但是你還是幾年你就開始你就覺得你要重新再帶同樣的人 然後 你是不是有辦法把這當一個前提 一直重複在人生命中發生 然後這個當成前提接受我覺得很重要 然後服務業就充滿了各式各樣 會一直 一直折磨你心智的前提 對 然後 這都是當 你要不要做這家咖啡店老闆 要先想清楚的事情 我那時候其實並沒有想清楚 但是我自己很高興就是這幾年下來我覺得 就是我現在可以承認說 我是一個做咖啡生意的人 然後 我喜歡我自己的店 然後我希望這個店可以了很久 然後我覺得這是最大的 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困難 就是我終於承認我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其實 對其實在做很多文青 不問哪一天你們覺得說我要開始做生意 這件事情就是 第一個在直覺 在情感上你會排斥他 就覺得說 感覺真的很沒氣質 就是你要開始年下班 再點學會見你們的錢啊 然後你要叫貨啊 然後你開始台語要變得很好 直接就很不急 對 然後我覺得 這是我不演話比較大困難 其他的東西我覺得就是 你的工作都一樣 謝謝 那我們因為時間差不多 那這些紫綺也差不多進入困的時候 沒有 沒有 今天沒有看見 明天早上還是要有點多起床 好 我們就體諒一下 那 我想 還是很多機會 不管是等一下 如果真的有朋友有 迫切的問題 要問本人的話 就自己來找獎吃 但我們 其他的部分就是非常歡迎大家 如果大家 如果還沒有去過 咖啡 小跟 the folks 的話 不妨找時間去聊聊 那也許會對今天 他們所說的事情 會有更深刻的了解 那如果你已經去了 我想 那是很好 對 那今天就非常感謝兩位 所以我覺得 很難得 願意出來講課的講師 那也希望 接下來的講座 可以看到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 因為我們沒有準備上場音樂 所以我們大家都各自好不好 那有點乾 好 謝謝 謝謝